确认连环爆炸中 两名自杀式爆炸者的身份 印尼安全部门反恐办公室的主任 安斯亚德·姆拜说 虽然还没有组织承认 对这次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但是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显示 东南亚恐怖组织伊斯兰团的成员 炸弹制造专家努尔丁 就是幕后策划者 有关专家也证实了这一点 袭击事件之后 警方从万号酒店1808房间 搜出了一枚还没有引爆的自制炸弹 内部压满钉子滚珠和罗丁 通过比对自制炸弹和数天之前 警方突袭中找巴省港口城市 直拉扎一所寄宿学校 发现的炸弹完全相同 印尼警方认为 这所寄宿学校正是努尔丁的藏身处 那次行动中 一名据称是努尔丁妻子的印尼女子被捕 此外 一位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的 前伊斯兰团的领导人也表示 他200%确信 17号的爆炸事件是努尔丁所为 据国际反恐专家介绍 这次雅加达连环爆炸案的重要嫌疑人 努尔丁近年来语意丰满 已经从伊斯兰团中脱离出来单独行动 这给印尼反恐工作带来更大困难 臭名昭著的东南亚恐怖组织伊斯兰团 成立于1993年 目的是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南部 泰国南部 新加坡 以及文莱在内的超级伊斯兰国家 近年来 印尼所有重大恐怖事件 几乎都与伊斯兰团有关 例如2002年和2005年的巴黎岛爆炸案 2003年的万豪酒店爆炸案 和2004年的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爆炸案 而所有这些恐怖事件的主谋中 都少不了努尔丁 努尔丁出生于马来西亚 曾经是一名工程师 后来成为伊斯兰团的炸弹专家 2005年以来 印尼当局对恐怖主义实施重拳打击 抓获了多数恐怖组织头目和成员 不过努尔丁一直在逃 近日国际危机研究组织反恐问题专家 悉尼琼斯指出 努尔丁已经从伊斯兰团分离出来 开始以个人名义行动 这让印尼政府的反恐努力 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印尼反恐部门官员今天表示 抓捕努尔丁是目前反恐的首选 最新情况马上连线 本台副雅加达记者王宇国 王宇国你好 你好 叶莹春 反恐任务是复杂而兼具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努尔丁成为了目前 印尼反恐的首选呢 印尼推出这项举措呢 可以说是有客观原因 那就是呢 目前的打击恐怖主义的 这个打击对象呢 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刚才片子中也说到 前几年呢 东南亚地区呢 主要的恐怖组织呢 是伊斯兰团 那么这几年呢 通过这个菲律宾 新加坡还有印尼呢 重点打击了伊斯兰团的 这个主要成员 那么逮捕了很多人 使这个组织呢 现在呢 失去了发动大规模的 恐怖袭击的能力 但是呢 努尔丁却在印尼警方的 多次追捕中呢 不仅侥幸逃脱 而且呢 在逃亡过程中呢 还有继续制造爆炸物 而且继续呢 实施报复性恐怖袭击的 这种能力 所以所以呢 努尔丁呢 就成了这个 目前能够威胁印尼 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 为数极少的人物之一 所以呢 印尼呢 要把他作为重点的 打击对象 主持人 那印尼警方在抓捕 努尔丁方面 都进行了哪些部署呢 印尼的警方呢 可以说现在是国际 国内两条战线呢 双重出击 那么首先在国内呢 不仅是在爪哇岛和苏门达拉岛 两个主岛呢 加强搜捕 而且在其他的主要岛屿呢 也加强了布控 在国际方面呢 就是要和邻国合作 主要呢 还是和马来西亚合作 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 努尔丁呢 出生在马来西亚 如果印尼呢 单独采取大规模的 这种打击行动的话 有可能引发马来西亚国内 一些人士的敏感 他们可能会认为呢 印尼呢 借反恐的这个行动呢 有可能呢 伤害到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 好的 谢谢网友国在雅加达的直播报道 好 我们再来关注宏都拉斯的政治危机 18号第二轮宏都拉斯政治危机调解对话 在哥斯达里加总统阿里亚斯的斡旋下举行 被罢免总统塞拉亚同意回国后 与政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 然而宏都拉斯临时政府 则反对塞拉亚回国复职 18号 宏都拉斯临时政府代表团和塞拉亚的代表 在阿里亚斯位于哥斯达里加首都圣和赛的官邸 举行了新一轮谈判 阿里亚斯在谈判中提出了七项建议 包括允许塞拉亚回国复职 直到明年1月任期结束 并且组建一个代表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联合政府 阿里亚斯还提议赦免政权发生之后的所有政治罪行 同时塞拉亚放弃为修改宪法而举行公民投票计划 塞拉亚表示 如果恢复总统职权 他愿意和自己的一些政敌分享权利 但是路透社援引塞拉亚一名助手的话说 这些分享权利的人中并不包括政变的发动者 不过有关塞拉亚回国复职 并且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 洪都拉斯临时政府则是予以了明确的拒绝 由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调解对话计划在19号继续举行 塞拉亚18号曾经表示 如果谈判再无进展 他将会在48小时之内回国组建自己的政府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洪都拉斯军队当天已经把警戒级别升到了最高 并且在塞拉亚家乡奥兰桥省和其他塞拉亚 可能会出现的地点加强了部署 此前洪都拉斯临时政府表示 如果塞拉亚回国将会遭到逮捕 在出席完日美两国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磋商会后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库尔特坎贝尔18号当天抵达韩国 坎贝尔表示 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将会采取双轨策略 坎贝尔当天表示 美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的双轨策略 就是一方面准备好在合适的时机与朝方对话 另一方面继续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 但坎贝尔同时强调 朝鲜要为核试验等挑衅举动承担后果 为此美国正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 制定一系列旨在向朝鲜传递清晰信号的制裁措施 和单边行动 坎贝尔说 美方目前正与有关国家 就下一步外交行动举行磋商 此次亚太执行 是坎贝尔自上月接替克里斯托弗希尔以来的首次访问 美国旧金山市18号下午发生两辆轻轨轨撞事故 初步统计已造成40多人受伤 当地电视台报道说 事故发生在旧金山市区的西波尔特轻轨站 一辆列车从后部撞上了另外一辆停驶的列车 现场目击者说 追尾的列车前部挡风玻璃被撞碎 车头也被撞得变形 据报道 相撞的两列列车都在有乘客 数十名伤员已经被陆续送到当地医院 来自医院方面的消息说 其中有少数人伤势比较重 目前暂时没有人员有生命危险 发生事故的轻轨站被暂时关闭 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中 有关统计显示旧金山市的轻轨交通繁忙程度 在美国各个城市中名列前茅 日均乘客数量超过了15万人 仅次于波士顿 国际方面更多消息 来看一组简讯 德国媒体18号报道 此前被保时捷收购过半股份的大众汽车公司 将以80亿欧元约合112.8亿美元 全额收购保时捷 如果收购顺利进行 保时捷将成功摆脱收购大众股份 导致的100多亿美元巨额债务 土耳其从19号零点开始 把禁烟令范围进一步扩大 包括酒吧 餐馆和咖啡馆 在内的室内公共场所也禁止吸烟 作为全球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 土耳其去年5月下令 禁止在办公区域和公共交通工具上 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场所吸烟 土耳其卫生部称 禁烟令实施以来 吸烟率已经下降了7个百分点 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机组两名宇航员 18号进行太空行走 与国际空间站机组人员一同操纵机械臂 完成了空间站希望号实验舱的最后一个组件 外部实验平台的安装工作 此后宇航员们还将进行四次太空行走 给空间站外的太阳能电池板更换电池 18号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91岁受臣 南非把这一天定为曼德拉日 当天曼德拉的家人以及全国各地的民众 纷纷以各种形式庆祝曼德拉日 在美国纽约 法国第一夫人布履尼和音乐大师斯托尔特 18号特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 举办了一场慈善演唱会 庆祝曼德拉日 这是歌手出身的布履尼 嫁给法国总统萨克奇以来 第一次重返舞台 世界上最长寿的男性 英国兽星亨利·阿林厄姆 18号去世 享年113岁 阿林厄姆1896年生于伦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参与了英国空军的创建工作 他是最后一名在世的 英国空军创始成员 也是一战日德兰半岛战役的 最后一名幸存者 他死后 英国只剩下最后一名一战老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